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很少时间来广州这边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这几年的进步 然后新歌老歌不管是听我唱还是大家一起唱希望会是一个一段美好的记忆 会想着说要唱一些粤语歌吗 有在准备可是我希望我准备好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唱 因为我不会讲粤语所以学歌的话我希望发音标准一些 然后有把握在跟大家讲 那这次学演好像还特地从美国起来了舞蹈老师 设计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 那个舞蹈一些 然后呢你在彩排的过程中还受了伤 那么你这么坚持跳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说想要说要挑战自己 今年算是一个意外吧 因为我也没有一开始就想说要多坚决的跳舞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演唱会当中有这个需要 其实舞蹈也没有很高难度 因为毕竟我不是一个舞蹈功底很好的人 所以老师给我的是一些就是跟去年的风格比较不一样 比较straight的一些舞蹈风格 然后这一次是因为刚好受伤了 可能心里面憋着一股劲吧 就我是一个特别讨厌改变计划的人 所以我不希望因为受伤这件事情改变我的计划 那样会对我来讲比受伤的打击还要大 所以我一定要照原来的想好的去执行 我们在腾讯微博上面也发动了网友提问 然后网友对你受伤的这个情况特别的关心 现在伤势归附的怎么样了呢 会好的 就是不会影响到我在舞台上的表演 放心 那你有报道称你明年的时候 就不会再开演唱会了 然后要封喉 那你明年有什么计划吗 明年的时间会都用来就是做录音制品这一方面 就是希望多出歌 然后前几年我觉得 花在其他事情上面的时间多了一些 所以我想多出一些歌 那你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会想着给自己放个假吗 我应该还没有资格放假 我不知道 反正就会隐隐约约的有这样的感觉 那你平常的时候是靠什么打发时间的呢 就是有什么兴趣爱好 也会上微博 然后玩手机游戏 看小说 差不多也不会有太多 最近在微博上面就看到你 在看《步步惊心》 看《微卒日记》那些书 那你就是穿越 现在在网上也特别火 你想过就是要穿越 然后如果可以穿越的话 你会挑哪个曹代呢 昨天前天我一直在微博上面讲 我说我因为昨天去参加那个中国风晚会嘛 然后我就在在想 我最近这个精神上面的穿越 是不是为这个中国风晚会再做准备 然后后来我一个化妆师提醒我 他说你要穿越回古代的话 你肯定不会是一个大家鬼秀 你肯定是一个就是捣乱的那一种 我说而且古代的女人要绑小脚 我一听要绑脚 好我不去了 就是觉得蛮好玩的 我觉得沉溺在书里面 很多时候是因为生活当中太多现实的东西 你需要很理智的去思考 很多时候在书里面 在不同的情境里面 你可以放纵自己做一个虚幻的人物 就是换一个角度去看看事情 我觉得它算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放松 给自己一些好玩的事情 但是也就是想想而已 那么你就是你觉得出道到现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最大的改变是快乐了 放开了 然后找回自己了 所以我觉得改变不是变成新的样子 就是会找到出道之前的状态 那之前的四川演唱会 你是在观棍节那一天 跟大家歌迷一起过的 然后在那一天的话 你会有一些对爱情 在那样特殊的日子 你会对爱情也有一些小期待吗 那时候没空想 都想的是演唱会 就完全想的是演唱会 因为说实话 那个时候压力还是蛮大的 一部分 然后因为成都这一场也是 对啊 而且来了很多的老师同学 然后从小长大的朋友 邻居家人 所以你觉得平时看这些人说话 你会很自在 可是当你站在舞台上面对他们的时候 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因为他们会从很小的一个细节 发现就是你在想什么 因为他们了解舞台下的你 然后他们知道 什么时候是他出错了 什么时候走神了 什么时候这样 他们都会特别的清楚 所以那一刻对我来讲 每一秒钟都必须要 注意力非常的集中 那最后的话 希望亮影在腾讯微博里面 多跟广州的歌迷交流一下 关于广州演唱会的事情 也希望亮影在 这一次的演唱会圆满成功